近期中共军队动作频繁 继《解放军报》发表多篇文章对胡锦涛表忠心之后 中共中央军委日前还成立了全军审计工作小组 并马上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有评论认为这是胡锦涛借扭转军队腐败泛滥的颓势 向装武剑意在佩工 直指江派势力在军中经营多年的人马 全军审计工作小组的组长由中央军委委员 总后勤部部长廖熙龙担任 他在会上宣布了胡锦涛和中央军委批准成立审计组的决定 并号召各级各部门根据这一决策统一思想和行动 要求提高审计威慑力 促进军队反腐监督 中共军队的腐败被外界诟病已久 早在今年1月 总后勤部的政委刘元就曾指出 腐败在军队中已经如此根深蒂固 广为蔓延 已经威胁到了军队和中共的生存 不过中国事务主编伍凡认为 在目前中共内部从上到下系统性腐败的情况下 以成立内部审计小组为形式来进行军队反腐 其实是治标不治本 有舆论认为 借反腐调查之名清除异己 一直是中共高层政治斗争的手段 而这次成立全军审计工作小组 实际上也是当局派系斗争的工具 特别是随着博王事件效应的不断扩大 胡温与江派阵营冲突激化 中共内斗由暗处浮出了水面 围绕着权力分配和路线问题 刀光剑影 武凡也表示 成立军队审计小组是相装武剑 胡锦涛亦在树立军中威信和进行派系清理 用抓贪污腐败 让你在政治上靠拢胡锦涛 靠拢中央军委 中共中央 用这个手段来做 那么当然他会打击他的政敌了 他不喜欢的人 不听话的 又有这个异己分子的思想了 又有什么军队国家化的 那这些人他会狠狠地争议 近期 解放军报多次发声 坚称要坚守在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 要确保不管何时何地 军队都要绝对服从胡主席的指挥 同时 江家军人马纷纷转向 各大军区集团军的军长 政委们 也纷纷表态 宣誓效忠胡主席 中国海外网络作家夏小强认为 在中共体制下 只有依仗军队才能发起对政治对手的清洗和运动 如毛泽东发动文革和邓小平六四图成等 都是在有军队的支持下完成的 夏小强表示 如今胡锦涛终于掌握军队实权 胡温现在要拿下的 不仅仅是江系血债派在台面上的代表周永康 还有江派势力多年经营 在政法委 政府各部门 以及军中盘根错节的人马和势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